昨天說到,蕭十一郎現在已經確定換偶山莊的主人,那個朱鱼就是逍遙喬律。 他繼續問封四良說:「近來,你是不是有去過關外一趟?」 封四良就回答他:「是啊。」 近來,你在關外有沒有見到他呢? 封四良,我聽說他入了關,他的武功真是深不可測。 別人不說,只是說輕功就已經沒有人能看得到他了。 難道連我都不是他的對手? 嗯,這樣就很難說。 怎會難說呢? 你的武功可能是不看他, 不過,我總覺得你有一股勁,沒有人能學得到,沒有人能比得上的。 可能是因為你會拼命,一個人如果真的肯拼命的,人家就會欠你三分的。 哼,你錯了,我以前沒有真正拼命。 我不是說你時常拼命,只不過說你有這股勁而已。 哼哼,那你有錯了。 如果真正到我必要的時候,我也會真的去拼命。 不奇了,你今天突然問起我這麼多事情。 我沒事。 招拾一狼把口說沒事,不過臉就完全殺氣了。 封四良很眉頭眼額的。 他追問說, 噢,你是不是想去找他拼命呢? 哼,我為何要去找他拼命呢? 因為你想死啊。 大概你認為,唯有死,才可以解決得到你的痛苦,是不是? 超十五郎的肌肉,突然在抹著。 突然,他沒有辦法再控制自己。 立刻站起來,他說, 行了,我的酒已經喝夠了。 謝謝。 你不可以走? 我要走的時候,沒有人留得住我。 誰知道就是這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個人說, 但是我一定要留住你。 這個人,語氣很斯文,也很平靜。 不過,樣子是冷冰冰的。 他慢慢從黑暗當中走出來, 臉色蒼白,態度斯文。 始終是個書生, 不過,腰間是掛著一把長劍的。 風四娘,很意外地說。 啊? 是連公子啊? 沒錯, 正是在下。 這個世上, 可能只有在下一個人, 可以留得住消十一郎。 消十一郎挖著他問話, 你真的要留著我? 因為在下的心情不好, 很想留在下陪我喝杯酒。 在下今天有這種心情, 完全是拜閣下所致。 就算是要勉強留閣下喝杯酒, 閣下都不應該拒絕。 是嗎? 超十一郎猶豫了很久, 終於還是慢慢地坐下來。 風四娘見到他們不是打架, 才鬆了一道氣, 他說, 連公子, 你請坐了。 連城的那臉, 在暗淡的燈光底下, 簡直跟死人一樣。 那對眼一直沒有離開過消十一郎對眼。 他似乎想跟消十一郎對眼裡看出他的心, 究竟在想什麼。 但是消十一郎對眼是空洞的, 什麼都看不出。 那個賣酒佬本來一直看著他們, 尤其是特別留意風四娘, 因為他買了一輩子, 學風四娘這麼漂亮的女客人, 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他不是君子, 他現在這三個人快點喝醉, 最好醉到我不省人士, 他可以偷偷地去摸摸風四娘的手, 摸到別的地方更加好。 但是現在, 他發現自從這個思思文文的年輕人來之後, 氣氛令他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之味。 他當然不知道這種叫做殺氣。 他只知道自己一走過去, 手心就會飄汗, 連心跳都會加速。 風四娘一邊針酒一邊說, 這酒真的太差了, 不知道連公子喝不喝得下。 連成逼舉那杯酒他說, 只要是喝得醉人的酒, 就是好酒。 請。 啊, 這句說話幾乎跟正話蕭十一郎說的完全一模一樣。 風四娘發夢都想不到, 連成逼跟蕭十一郎會說出同樣一句說話。 因為他們是極端不同的兩種人。 可能是因為他們都想著同一個人有同樣的感情。 風四娘的心有很多的感慨。 他突然想起楊開泰。 他本來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對不起楊開泰。 因為他自己從來沒有愛過楊開泰。 楊開泰既然是自作多情, 無論受什麼罪都是他自作自受, 不願得人。 但是現在風四娘突然理解到楊開泰其實很慘。 突然了解到一個人的愛如果被人拒絕, 被人輕視是多麼痛苦。 於是他的心突然覺得有點酸,有點悶悶。 他慢慢舉起一杯酒,很快就喝光了。 連成逼,他繼續舉著一杯向蕭十一郎說, 我也敬你一杯,請。 一看就知道他又是想灌醉自己。 大概又是無可奈何, 沒辦法排解痛苦的原因。 風四娘忍不住,就試探我一下。 電公子,你可能不知道沈姑娘她。 我不都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有人在找你嗎? 她不用找我。 因為我一直跟著她。 我見過她了。 那她呢? 走了。 走了。 該走的, 遲早都要走的。 她自己個人走的。 連成逼顏入頭, 咳嗽一下,又喝了大杯酒。 蕭十一郎, 突然之間醒悟了。 醒悟到沈碧君比自己更加痛苦, 更加矛盾, 更加沒辦法解決。 她可能會去死也不定。 因為死是一種解決, 不過沈碧君絕對不會白白就這樣死。 她一定要死得有代價, 因為她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在臨死之前, 一定會將羞辱和仇恨用血去洗清她。 想到這裏, 蕭十一郎很後悔自己為何不醒得早些? 為何沒有難阻她? 現在, 蕭十一郎也馬上就追, 用自己的命去換回沈碧君的命。 但是現在, 有風四良和連城碧在場, 又不可以連累他們。 這件事一定要自己單獨去做才行。 連城碧的經意就喝到眼花巴了。 她說, 我一直認為, 你這個人很可憐。 但是現在, 我才知道, 你其實幸運過我很多。 蕭十一郎說, 我幸運? 我幸運? 是啊, 因為, 我現在才知道, 我從來沒有完全得到過她。 我只知道, 她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你的事。 什麼對不起? 對得住? 這個世上根本就沒有絕對的事。 你不相信嗎? 現在我什麼都不相信。 什麼都不相信。 唯一相信的, 就是走。 因為走, 比什麼都可靠得多。 起碼, 她可以令我醉。 哈哈哈哈哈哈。 風四良, 十一郎, 將盡酒, 背莫平。 禁碎一飲三百杯, 但願長醉不復成。 古來聲言皆靜惡, 唯有飲者留其名。 飲! 來! 飲啊! 你為什麼不這樣飲啊? 風四良這時候, 亦都喝醉了。 她說, 好, 喝啊喝啊。 今天, 無論你喝多少, 我都陪你。 風四良, 喝得越醉, 越覺得連城逼可憐。 一個冷靜堅強的人, 突然間消沉成這樣, 是最令人同情的。 因為變化得越突然, 人家的感受就越強烈了。 直到這時候, 風四良才知道, 連城逼不是個木頭人, 而是個有感情的人。 超十一郎呢, 這時候似乎也醉了。 連城逼看著她說, 超十一郎, 我本來應該殺了你的。 她突然站起來, 拔出一把劍, 但是連站也站不穩。 她出力地扭到劍花, 就踏低了。 風四良趕過去, 想扶起她, 怎知自己也踏低了, 就唯有大聲說, 她是我的朋友, 你不可以殺她了。 連城逼打了你, 我本來殺了她, 不過她已經醉了。 她,她不行了。 兩個人, 你一個又我一個, 說什麼都不知道, 說下說下, 就伏在地裡來不出聲。 過了一陣, 超十一郎才慢慢站起來, 暗淡的燈光底下, 她看著連城逼, 看了很久很久。 連城逼這陣時, 還暗暗沉沉地說, 你對不起我, 你對不起我。 超十一郎也暗暗沉沉地說, 你放心, 我一定會將她找回來。 我只是希望, 你能夠好好地待她, 希望你們生活得比以前更加幸福。 講完, 超十一郎大步走回去玩牛山莊, 她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小公子那副純真無邪, 溫柔甜美的笑容。 小公子是靠一棵蟲樹那裡, 好像是在這裏特地等她回頭的那樣。 她說, 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 只要來了這裏的人, 從來沒有一個人走得掉。 超十一郎神色居然很鎮定, 臉色很蒼白, 很可怕。 她問嗎? 她呢? 你問誰呀? 連沈碧君呀? 是。 她回來得早過你一點, 現在, 我想她已經睡了, 你想不想我帶你去找她? 要。 我可以幫你, 不過, 你用什麼來答謝我先? 任得你講。 嘩, 只要你肯跪下向我扣頭, 我就帶你去。 超十一郎多句都沒有說, 直白聲下就跪下, 扣了頭, 不覺得什麼痛苦和委屈。 小公子於是, 走過去摸著超十一郎的頭髮, 她說, 嘩嘩, 真是乖兒子啦。 來啦, 跟著阿姨走啦。 那超十一郎就沒有猜錯, 玩偶山東的莊主, 在傳說中, 天下武功第一的蕭瑤侯。 那這時候, 蕭瑤侯躺在一張很大很舒服的床上, 笑眉眉的看著沈碧君, 沈碧君就坐在她對面的一張椅上, 緊張得想吐, 被蕭瑤侯那種眼神看著她, 是, 她覺得自己好像已經全身赤裸那樣。 她現在挖了她的眼睛出來, 召碎她, 然後吞了下肚子。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蕭瑤侯突然之間問說, 你決定了沒有? 沈碧君吐了一口大氣, 咬著她嘴唇, 擰擰擰一頭。 呵呵呵, 你還是快點決定好, 因為, 你回來, 就是想這樣而已。 只有聽我的話, 你才有機會的。 不是, 你卻撞得白回來的。 我知道你要殺我, 但是如果你不肯接近我, 就根本連半分機會都沒有了。 你也知道, 我絕對不讓穿衣服的女人接近我的。 你若知道我要殺你, 我一樣是沒有機會的。 呵呵呵, 你可不記得, 我是男人來的。 男人都有投入的時候, 男人只要投入, 女人就可以有機可乘了。 啊, 問題是, 你有沒有本事, 定到我投入先。 你, 你簡直就不是人。 呵呵呵呵呵, 我幾次說過我是人啊。 想殺人的容易, 想殺我, 就要付出些代價的了。 沈碧棍生氣得咬著牙咬著她, 過了很久了, 大概已經想通了。 突然她站起來, 出來撕開以掙, 然後就開始脫衣服。 她脫得不快, 因為她的手, 甚至她整個人都在不停發筋。 脫了上面的衣服之後, 她屬於百無瑕的身體, 就已經有大半呈現在蕭瑤侯的眼前。 蕭瑤侯戴著滿意的表情說, !" 很好啊, OOOOO 果然沒有令我失忘。 我就算死在你這種美人的手下, 也是很值得,... 沈碧棍連嘴唇都咬出血律, 不过还是继续在那里取 突然 门门就撞开了 超十一浪冲了进来 一见到他 沈碧军整个人都紧了 麻木了 连动都不懂 然后突然间就暈倒 逍遥后 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这么说 刷散人家的口事 至少要短命三十年 你难道不怕吗 超十一浪 握住拳头 我如果要死 你也要配 你是向我挑战吗 是 死的方法有很多 你选这种 就太不聪明了 你出去先 世上没试过 有人敢向我挑战的 只有你是例外 所以 我亦都为你破例一次 对一个救快死的人 我总是特别客气 本来逍遥后 我躺在这里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这样 打平就飞起来 飞了出海 啊 只是这下轻功 就可以吓死人 这么浇关 超十一浪 好像见不到 慢慢就走到沈碧军道 不低身扶起他 哎 表情又不知多痛苦 他在心里说 你又何苦敢沈碧军 你何苦敢来委屈自己呢 但是他嘴巴说的就是 你应该回去 有人等着你 沈碧军眉上眼 但是 眼泪水 从眼角那里 把声流出来 超实的浪又说 你不应该 只是想着你自己 有时 都应该想想 人家的痛苦 他的痛苦 可能更深 过任何人都未定 什么 我知道他的痛苦 只不过因为 他自尊受了伤 不是为了我 那 那是你的想法 你呢 那你呢 我 我无论如何 都跟你无关 我跟你 本来就完全无关 沈碧军突然 瞎开眼 看回他 超实的浪虽然 在那里拼命 控制着自己 但是 被他那对 雷汪汪的眼望着 整个人 似乎不受控制 那样 心都好像 粉碎了 那就是他 几乎忍不住 要伸手 去拥抱沈碧军的时候 沈碧军 也几乎 要撲入他的怀抱 那么相爱的人 只要有命在一起 就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东西 不会理的 谁知就在这阵子 风四梁突然冲了进来 说 我都知道你在这里了 你以为我真的醉了吗 你怎么会来的 那么其实 他问的是多余的 因为他已经看到 小公子在门后面 偷笑了 少爽朗又问话 他呢 他现在比你安全得多了 但是你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 你来了都好 你带他走 不然 我要陪你 我一直以为你了解我的 为什么要令我失望 我当然了解你了 你如果真的了解我的 就应该快点带他回去 去呀 说完 小十一郎站起来 走出去 那谁人都认为 他走入了一条死路 是去送死 因为谁人都认为 小十一郎是打不赢 逍遥猴的 好了 那究竟的情形会是怎样呢 想知道的朋友 明天记住收听 明天